大家好,我叫刘金刚,去年底受洗 信主之前,由于多年无神论的教育背景 再加上平淡的生活经历 我对神的认识一直是挣扎不断 信仰立场走得比较艰难漫长 以至于我受洗,出乎很多人的意料 下面我就简短分享一下我的个人经历 从接触福音到现在有二十多年了 我很多时候都承认 福音对于相信的人确实有好处 然而我始终相信 世界上没有神 对于信仰,我的态度就是 这些知识有用,但我不需要信 因为我一直认为基督教等信仰 愚昧,不科学 圣经或教会所谓的神没有公义性 然而神却使我慢慢改变 有一天一家人一起吃饭的时候 我爱人劝小儿子说 希望他上大学之后能够经常去学校附近的教会 孩子当时犹豫,没有说什么 其实我心里知道他的疑问 既然说信主好 爸爸为什么不信呢 这就是我多年的问题所在 从那之后的一段时间里 我一次次思考这个问题 也许是圣灵的感动吧 有一天我突然觉得 生活意义和信仰之间有直接的关系 比如很多信主的朋友们 大多数心怀喜乐 可以平静面对生活中的不足意义 甚至艰难的处境 他们好像得到了神的更多祝福 我爱人信主之后也变得更加坚强 完成了艰难的学业 在家庭生活上也更有智慧 这些不同一定来源于某一个原因 如果我不相信这一切背后有神在帮助 那么信神这个信念本身就是唯一的原因 这不就说明是因为他们在生活中把神作为主吗 所以对比我自己 我相信的是个人的智慧和奋斗 而信神的人他们还相信并求助于神 信神的人以神为依托和指点 不信神的人就其实最后把自己当为神 他们没有依托和指点 信神就是相信神的大能有敬畏之心 有所依靠 这样说信神是好的 但到底有没有神 神在哪里呢 以前在团记和幸福小组的查经宗学到 神不仅有大能 而且有大爱 而且最本指的就是爱 如果无爱 大能与我无关 神是我们敞开心 留住在心里边的灵 如果一定要比作人的样式 那就是耶稣基督 圣经就是神的话和启示 比如说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 出现少时就不见了 等等 这样类似的比喻都是来自神的智慧 圣经中描述的很多事情 虽然眼不能见 但内心却无法推诿 至此我突然意识到 神是真实存在 很快我就把这些想法和爱人分享 在去教会的图宗 他播放一首圣歌 我立刻长时间无法引住我的泪水 我感到可能就是圣灵在我心里做工了 这种感受是以前从来没有的 他在心里提醒我 要谦卑要感恩 那一刻我告诉自己 我需要受洗 使圣灵常驻心走 在这个之后 我就能体会到 圣灵带来的力量和平安 相信神对很多事情的理解 有了新的角度 比如说情绪低落实 神说你们要喜乐 遇到尴尬的人际关系的时候 想到神说我们都是罪人 所以认识耶和华是智慧的开构 开断 我对人生的意义的理解也随着认神而改变 以上就是我的个人体会 谢谢